嗨,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是強化傳承的功能 由於改版 應該是改3.15版吧 就是目前是 9月12號之後的版本 我用一個短片來表示 應該就很容易看得出來 右邊這隻是90幾的Tier 有看到兩個選項都有 然後這是超過50幾的奧丁 我忘記幾幾了 左邊這個是十幾幾的Tier 有看到他只有一個功能 簡單來講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要兩隻 但是不需要三隻 因為如果你要讓奧丁專屬性才需要三隻 就是等於是兩個Tier加一個奧丁 才有一個隊長一個隊友 奧丁才能夠轉屬性 轉為火屬性這樣 像我的隊友來講 所以一般基本上 傳承的部分 只要有一個北歐配上奧丁就可以了 以上這個測試讓大家參考看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試著 呃 點一下它的功能 我先把這個 符石轉換一下 我把強化傳承 先不要用 用符石強化火 我可以看到奧丁 奧丁只剩下一個功能 以上這個示範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大家 順便打一下好了 好 以上使用方式給大家參考看看 我們來 可以順便 如果 還想繼續往下看 我可以先確認一下 我的 我的Tier是幾級 十七級的Tier配上 五十八級的奧丁是沒有功能的 所以代表兩次都要五十級以上才有功能 以上這個強化傳承部分的 分享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